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赛金 恍如隔世 在2002年 市场普遍认为亚马逊发展总体并不顺利 从2002年的1月到12月 亚马逊的股价暴跌了50% 因为市场越来越担心通胀和美联储随后的加息会对利润率造成压力 以及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会对该公司的AWS产品造成什么影响 今年以来 亚马逊股价从低位反弹 累计涨幅达48% 大大超过了标普指数16%的全年总回报率 然而尽管涨势喜人 但是人们的担忧依然存在 亚马逊将于8月3日周四收盘后公布第二季度财报 届时所有的目光都将聚焦在该公司身上 亚马逊的一些行业所可对比的一些公司的营收已经超过了市场预期 投资者希望亚马逊也能如此 不过除了跟踪其主要销售额外 投资者可能还想关注其分布财务状况 其他收入 利润率状况以及管理层对下一季度的指导意见 很多投资者看跌亚马逊的前景 但也有投资者认为 在第二季度财报发布前 亚马逊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亚马逊将其收入分为三个报额部门 即北美 国际和AWS 先来说北美 该部门包括北美地区所有非AWS销售额 上个季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50%以上 这里的任何波动都会对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 其北美分布将看到电子商务活动的增加 与此对应的是 亚马逊的国际业务可能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据报道 几个主要城市已经进入衰退期 还有几个市场也是濒临衰退 目前国际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但北美业务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恢复了盈利 鉴于以上因素 在财报中好坏参半的可能性较大 来看一下最重要的AWS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 亚马逊一直担心AWS部门的持续疲软 虽然AWS部门占公司总销售额还不到15% 但它一直是整个公司的增长动力 它在鼎盛时期几乎开创了云计算领域 但是在第一季度 其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AWS的营业利润率大幅下降 这可能是微软和谷歌等经济对手 开始对AWS施压的证据 与AWS增长速度的放缓相比 利润率的下降更令我们担忧 亚马逊表示将继续投资基础设施 亚马逊似乎在打赌 AWS领域的不利因素将是暂时的 这加剧了市场的看电担忧 认为亚马逊的高速增长时代或许已经结束 由于利率居高不下 全球企业的资本成本居高不下 这种态势在第二季度也会上演 不过谷歌刚刚发布报告称 其云收入在第一季度几乎停止不前后 在第二季度达到了80亿美元的历史金刚 这本名云计算产业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恢复 所以让人们对AWS的期待又多了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还得注意一下亚马逊的其他收入 这家电子商务巨头拥有1.58亿股Rivian A类股 考虑到Rivian生产的电动卡车 可以大大降低亚马逊电商业务的燃料和配送成本 这项战略投资在当时很有意义 但是随着美能处去年开始加息 几乎所有无力可图的科技公司股票都开始下跌 Rivian也不例外 亚马逊将这些直面损失归入油价证券 列在损印表的其他收入损失向下 因此当Rivian的股价开始暴跌时 自然也会拖累亚马逊的净收入 尽管这些都是未实现的损失 市场对此也不满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 Rivian的股价比上一季度有所上升 因此这方面的负面因素在本季度将会消失 最后前一密切关注 亚马逊管理层对未来一个季度的营收指引 目前专业分析师群体对全球经济状况 以及亚马逊的近期前景存在极大的风起 在这种情况下 亚马逊管理层令人鼓舞的营收前景 有助于安抚投资者的情绪 减少对股价的压力 甚至引发股价反弹 股价来看安市盈利聚散 亚马逊的市盈率看起来很高 亚马逊的股价在过去几周内迅速反弹 该股已经超买 但是即便如此 对比其他个股这个数字并不高 其市销率也低于其本身疫情前的水平 以这种状态迎接财报 利好消息大概率会引发股价大涨 因此不少人认为 亚马逊在财报发布前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以上是对财报的预测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说 亚马逊中期面临的风险和急遇 先来看风险 亚马逊一直以微博的利润率运营 选择保持低价来获得整体市场份额 近年来投资者一直在呼吁该公司实现更可观的利润 然而该公司并没有体现出投资者所希望的紧迫感 亚马逊的回答是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和持续的通胀压力仍然是一个因素 我们相信这将继续措施消费者谨慎消费 客户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 该公司控制成本的能力仍然令人担忧 还有就是关于股票薪酬 我们对股票薪酬的批评并陌生 尤其是在科技公司中 这种做法似乎已经失控 让亚马逊一直是个例外 其股票薪酬总体上相当保守 但这一趋势似乎正常着股东不愿意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三年中 亚马逊的股票薪酬增长了113% 从2020年的92亿美元增至2020年底的196亿美元 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与此同时 右方面却并不特别令人满意 这种不同步让人感到困惑 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官方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起诉亚马逊 称亚马逊在客户取消亚马逊Prime会员资格的过程中 存在欺骗行为 这个委员会也正在完成对亚马逊的反垄断诉讼准备 此举可能最终导致亚马逊的部分也有分拆 这起设计面很广的诉讼 预计最快将于8月开庭 如果FTC胜诉 法院将下令对这个市值1.3万亿美元的帝国进行重组 当然法律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虽然诉讼经常成为头条新闻 但我们不知道最终会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 下面来看看亚马逊隐藏着的一些优势 我们还是分部门来看 首先 零售部门未来有可能提高利率 公司已在第一季度完成了对其旅行网络的改造 从全国性网络转向了区域性网络 这将提高生产率 还有就是公司已经陆续增加机器人的数量 并减少零售员工的总数 当自动驾驶和送货技术在商业上可行使 这些效率的提高将扩展到自动驾驶和送货领域 虽然这些改进都是渐进式的 但是如果扩张到一定的规模 又会显著地提高利润 其次 亚马逊的定元收入性质稳定 虽然很难增加北美地区的定元用户数量 但是在国际市场仍有增长空间 定元收入是公司持续盈利的引擎 与AWS类似 如果公司能够进一步提高价格 将直接增加公司的利润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管理层很可能会调高价格 以评估需求弹性 另外 广告业务可能会成为亚马逊的下一个AWS 亚马逊广告的威力在于它的第一方限制 亚马逊能够向以表现出高度购买意向的用户投放广告 这意味着与普通搜索广告或者品牌广告相比 广告更有可能促成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 与谷歌和Meta等广告公司 面临的增长放缓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这与领域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但问题是利润率有些偏低 因为它依赖利润率较低的零售业务来生产相关数据 好在亚马逊的广告收入 将随着零售销售量的增加而继续扩大 亚马逊还可以想方设法进一步提高广告投放的效率 增加细风市场的利润 加强于其他广告巨头的竞争定位 未来公司有可能决定 将广告和订阅的运营利润率 作为独立单元来显示 就像他们开始分解AWS运营利润率一样 这可能会成为该国的催化剂 最后来看一下人工智能领域 亚马逊正在以多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 包括人工智能在产品推荐 欺诈检测 仓库自动化和客户服务方面的应用 并计划将ChatGPT式的产品搜索 引入其网络商店 具体的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亚马逊还在投资人工智能研究 探索在业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新方法 例如亚马逊正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新产品 改进其广告平台 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那么亚马逊现在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吗 就面向公众的产品而言并不是 他们主要是专注一位AWS企业客户提供生产力工具 亚马逊并不打算与Bing、Bud和ChatGPT争锋相对 近年4月公司宣布推出一套 依靠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服务 这些服务尚未广泛发布 同时公司希望利用类似技术改进其语音助手 还有报道称 亚马逊在组建一个团队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为广告活动制作照片和视频 亚马逊宣布了两个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 一个旨在生成文本 另一个可以帮助实现网络搜索个性化的功能 亚马逊希望这两个模型成为企业级产品 因为亚马逊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来自于企业 基本上亚马逊的计划是利用其堆积如生的消费者数据 来创造以企业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而不是我们一直在玩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它正试图打造一台中级销售机器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看到有一家科技巨头 突然之间将人工智能货币化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回顾这个话题 总结一下 亚马逊经历了零售增长放缓和AWS增长急剧放缓 尽管如此 该公司的业务非常多元化 未来还有很多机会 AI 直达 订阅 云计算和广告业务 将成为亚马逊未来业务的主要价值驱动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未来一桌财报包括亚马逊 苹果 惠瑞 星巴克 Uber及其他都将陆续登场 我们将在之后的视频中继续给出分析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